花蓮市公所日前在左昌运动公园 以道教师时刻意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市长魏嘉贤除了感谢大众庙管委会协助办理 也表示祭拜的公平会透过市公所社福整合平台 转送给花蓮市敬平和弱势家庭 要发挥二次功德 另外市公所获得花东基金益助金贝 9月16号起要在左昌执行全区起决安奉作业 延续去年花东基金乡镇市公所提案计划 要朝左昌都会运动公园的目标来迈进 花蓮市公所日前在左昌运动公园 以道教师时刻意办理中原普渡法会 市长魏嘉贤在主任秘书欧美华 殡葬所长陈柏欣的陪同下 也特别到场前程上香 包括花蓮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 副主席李正伟等多位代表 以及县议员吴东升 国庆里长林尚群等多人也都到场 祈求各路好兄弟保佑花蓮市平安顺利 那我们也将在9月16号来把一些五组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一个取决的部分 那未来会找到适合的地方来做相关的供奉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地区 从左昌公墓进而变成左昌公园 这也是历经了非常多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真的公园化之后 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改变 也可以变成大家都不会害怕的地方 那我们也看到这里的改变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那除了道路变得平整 那旁边的排水系统跟灯光的部分 也都有做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跟改变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 未来能变成市民朋友一个休憩的一个好地方 那我们会持续的在这块土地上面来努力 那今天也是传统的一个中原普渡的一个家节和家日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边 既是我们所有过去在这里的一个先人 那也请他们保佑未来施工顺利 施工平安 市长威嘉贤除了感谢大众庙管理委员会协助办理之外 也表示祭拜的贡品将会透过施工所 设服公益整合平台 转赠给花莲市竞品及弱势家庭发挥二次功德 另外施工所或花东基金挹注经费 9月16号起将会在左仓执行全区起决安奉作业 延续去年华东基金乡镇市公所提案计划 朝左仓都会运动公园的目标迈进 记者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